华联蜜香红茶再度在国际赛事大放异彩 富里香60时山茶农林俊杰 以及玉里镇赤柯山茶农陈其红 两个人参加2023英国Greatest Award风味旗舰 荣获最高的三星荣誉 而两位乡镇长也特地到茶农家中贴红榜来庆贺 玉里镇赤柯山茶农陈其红 以自创品牌露宇庄园的蜜香红茶等茶品 参加2023年英国Greatest Award风味评鉴 获得三星奖殊荣 获得这项习讯的镇长龚文俊 立刻标去吃颗山贴红榜秦赫 之说是玉里的骄傲 这几年来在花莲县的蜜香红茶的竞赛市场上 经常是礼货佳机 那么更难得的是 这一次我们也知道 英国对于咖啡茶的 尤其是红茶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那么他送了三点的茶去做比赛 那一点拿到最高评价的三星 那两点拿到了两星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是台湾可以讲说是第一个 也觉得好像我们在地的这个茶 在国外的眼里来讲还真的是蛮不错的 就是超乎他们的想象 而且味道很丰富 就像评审讲的 因为我们的茶它的滋味来讲就是 它很饱满 而且它的层次也丰富 所以在他们的评审的眼里来讲 他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 所以它是一个绝佳风味来评定说 它是一个可以获得三星的这个奖项 Great Taste Award是国际上最大最值得信赖的食品和饮料认证机构 获奖者必须由500多位厨师、食物供应商、美食作家和零售商所组成的评审团 以去识别化方式 通过公正客观机制评选出获奖食品 其权威性相当于美食界的奥斯卡奖 傅里以及玉里两商镇茶农、陈其红、林俊杰两人自律推动在地蜜香红茶产业 努力浮屑的精进品质与技术、茶品达到国际级的水准 让产制的蜜香红茶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记者是玉兰玉里傅里采访报道 在 minds的上菜脚 正是玉里有储头直接都是玉里输的 小器 的感觉